另外这个问题看到了相当奇怪的一条新闻是 宜兰有一位小姐她骑摩托车带朋友 但是因为她没有戴安全帽嘛 所以被警察拦下来 然后又发现她根本就是无照骑摩托车 所以就开罚单啊 好 她载着在后面的那个女的 可能是喝醉喝茫了 她竟然马上一个动作 啪一个把这个罚单撕下来 塞进内裤里面 跑到公务厕所 冲到马桶里面去了 警察看着都愣着说 这个女的把她塞进内裤 那警察拿她真的没辙了 要是随便去动一下 不是要告她性骚扰 但是这个女的其实已经触犯了 妨碍公务罪以及毁气公文书 最后遭到了检方求除三个月的徒刑 年轻女子拒绝警方开单 竟把罚单冲到马桶里 让执勤的远警真的好尴尬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再过来也没有用 因为已经她已经冲掉了 事情发生在6月13号凌晨 警方拦下骑着机车 未戴安全帽的无姓女子 对她开出两张罚单 没想到一旁喝了酒的温姓女子 竟跳出来抱不平 要舞女不要签名 随后就抢走罚单 塞进自己的内裤里 远警吓傻了 正好请同事以DV录影搜证 但在旁的无姓女子 竟有出手推镜头 阻扰警方搜证 远警想起当时状况 可是记忆的一清二楚 最后只好将两人带回警局 并依妨碍公务 毁弃公文书 移送法办 全案最后经检方申请检疫判决 将该名女子判刑三个月 中日新闻林医生林玉姿 宜兰采访报道